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个游戏的一个做法 一个做法是所有的景观 无论是城市还是机场 它的那个保底选项是 微软找这个AI 这个AI来分析卫星图 然后在这个游戏的3D场景里去还原东西 比如说现在我前面的这些树 都是这个AI还原出来的 并不是真有个这个设计师 在3D场景里把这个树划上去 这个树是AI还原出来的 包括你看那机场上的这些建筑 以及一会儿去飞往基辅城市的那些建筑 都是AI还原的 这是游戏的一个保底选项 然后这个游戏本身是很开放的 你是可以往游戏世界里自己放3D模型的 然后你放的3D模型也是可以打成包给别人用 相当于这个插件 然后游戏还有插件市场是可以强化这些东西 这个游戏的在地景上是这么个结构 先启动飞机 这架飞机启动没什么太大问题 油 刚才没开油 再来 这个按钮现在这个视角 我这个方式能启动 如果你有什么初学者 或者说只是想飞的话 你是可以直接刷新在跑道的 这种刷新 如果是直接刷在跑道上的话 你飞机的所有准备工作 是游戏直接给你做了 你是不用管的 你只管飞就可以 但我现在这种方式属于能启动 我是想这么操作而已 嗯 M1 M2 Cal Lap Oculature GPS 哦能显示风向 那就好说 我这个飞机还好 你说开一个空客 开一个波音 能启动至少半小时出去了 这个问题是我的硬件的问题 他得调教一下才行 这就好了 好 一切正常 地图放大一点 其实是游戏带于空管系统 但我现在这种随便飞 我就不用空管了 我就随便飞了 我可以左拐直接到 这应该是01或者36 我记得是366 我可以直接在366飞 直接左拐进366 开头秒 重置视角 准备 先去跑道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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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有啊DCS DCS是战斗机模拟器 但DCS没有模拟整个地球 它都是一个个定制的场景 就是你要想开战斗机狗斗啊什么的 就可以去玩那个 那个有机免费是吧 而且那个的操作啊 还原程度我也很真实 但只不过我真实说实话 没有真没真没有具体玩过 好 上跑道了 这台说实话 你要想只是轻松体验的话 没有问题 游戏有很多选项 能帮助你去轻松体验 这架飞机还好 这架飞机你看系统不是很复杂 一会儿有机的话可以切到什么F18上 你会感觉这真的贼复杂 起飞 放开静翼了 起锅镜 收机 有的可以收点油 不用让它那么捆 F35还没进游戏市场呢 所以我我现在只是我现在只想买游戏市场里有的 所以现在游戏市场里还没有 然后关那个制作组说是以后会进 只是现在还没有 那个亮亮亮马小龄 你可以先买普通版 然后游戏游戏里面是可以有升级选项的 你可以再花钱升级 有这么个方式 对你只是想体验可以先买普通版 你甚至可以这样 如果你知道那个Xbox Game Pass是什么的话 你可以去订阅Xbox Game Pass 这个游戏在Game Pass里面 然后如果你真是想买入这个游戏的话 你可以先考虑买普通版 因为游戏里面是有一个升级到豪华版的选项 就是如果你真想买豪华版支持一下吃的组 你是可以再升级上去的 所以只是先体验的话 你可以要么去先订阅Xbox Game Pass 或者如果你真已经有的话 这个问题就已经不是问题了 或者说你想直接想买一下的话 那我先可以买普通版 我说基辅郊区这个 这么绿什么 那是基辅室了 先说这个基辅室是完全AI还原的 所以建筑物的外形都是不对的 只不过能唯一对的是这儿确实有个建筑 这个 现在基辅上空雾这么大吗 你验度感觉已经降了很多了 还有彩虹 几道彩虹在这儿 你这么看基辅感觉不大 刚说不大 原来这还这么大一大片 这是这是铁路是吧 看意思是 这是基辅的中央铁路 有可能真的是战火 然后只不过天气预报 天气预报来暴成了雾降能见度 真有可能啊 跟你讲 这还是AI自动算的结果 这要是真有人做3D场景的话 体验会完全不一样 飞低点 我说这能见度真低 这一层 刚才在机舱外可能看不出来 在机舱里的话 立马就感觉出来了 能见度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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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AI还原的这些楼 一个是他知道这个地方有楼 二是楼的高度基本上是对的 也就是基辅的天际线确实应该是这么高的 只不过楼的外形肯定是不对的 基辅这火车站打挺大 废话前苏联赛的火车站肯定打 而且有时候我看 也是因为这个契机 看了很多基辅的照片 好像也是因为前苏联的原因 这些楼确实是这种方方正正的 靠这种AI还原出来的感觉 效果也还好 因为前苏联的楼都是这个样子 大城市 大城市 我的建议啊 你把阴影调低一些会好很多 比如这些像纽约啊东京这些地方 太尺子远了 前面还有一片过去看看 基辅是两个大区域是吧 这感觉就繁华一些了 高楼比较多了 还有体育场 不只是那一块啊 基辅 好几个区域呢 这个意思啊 我觉得啊 纽约和东京塔问题不是在3D渲染上 还是在CPU处理上 所以DLSS应该就比较太多 这是我觉得啊 到处说再看吧 这一层黄 这发生了什么 好吧 明知过问 这什么玩意儿 这你们还原出了一个这么高的东西 还真是这么高的东西 只不过下面那个 下面那个底子不对 你看那个卫星图 那个影子能看出来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 这儿的雾 太大了 已经影响农见度了 然后天气预报报成了雾 有可能是这个结果 然后这代模拟卫星 直接读了天气预报的数据 很有可能 但我也不能确定 只能是猜的 基辅这一边 这边感觉比那边繁华 高楼明显多一点 那个塔还原出来的感觉很出戏 但你又不能说它这个AI错了 确实那儿有一个高塔 只不过样子 因为样子不对 看着很出戏 因为样子不对 你要是联网和单机玩帧率差很多 那应就是CPU算力不足 因为那些数据 肯定要经过CPU去算的 应该不是战斗的 战斗的迹象 现在大半夜的也没人会推进 而且CPU市区还没打起来 但是明天就说不准了 不是明天 几个小时之后就说不准了 虽说是十年前 但我感觉CPU的变化不是太大 不准了 你不能连线的话 你的地景会差非常多 就是纯离线生成的东西特别差 虽说都是AEI生成的东西 但是你离线的数据太少了 你就这么想 你本地装的100个G里 有多少是地图数据 对吧 但是你又想 你整个地球的地图数据得有多大 怎么可能全都装到你本地上 中间那条核也能衬出来 中间那条核也能衬出来 帧率啊 帧率应该一样 因为渲染引擎还是在本地 对于这里应该没什么太大影响 好准备 我先准备降了 我走的是ILS15 不ILS15 ILS15 我先飞到机场那边去 这飞机性能还是很不错的 转向的感觉很舒服 这边的能见度差那么远 这边 城市还没完 这边 这还有机场 等于基辅市不止那么大 这边还有 只不过因为能加度问题 刚才没注意 我确实是开了多转点线 有可能这边现在飞的人确实少了 不像年初阿富汗那阵 阿富汗那事一爆出 阿富汗上路全是人 那真是全是人 我正在去的那个地方是军用机场 安东诺夫机场 也不能说纯军用吧 那个是安东诺夫飞行制造厂 用来测试飞机的机场 也是用到军用 台风模拟的贼暴啊 现在 但是现在还有没有风暴吧 这儿还有一个机场 不是 不是机场 但是现在好像没有台风吧 那就不能演示 这些飞机司动驾驶 还真没事 我试一下 点不开是吗 我真点不开 AP打开了 没用 有 有用啊 有用啊 有用 快飞到了 快飞到了 先签减速 对 用的是必应地图的数据 莫斯科没有地景 那个红厂都是AI生成的 比较没招 这个距离就不用 就不用自动驾驶了 所以AI的结果你也看到了 你是能知道那有个楼 大概几层 也就是这个意思 刚刚放光灯了 我说 感觉帮点东西 不 那个 可能进得 其实是你甚至可以把那个避应地图都给关掉 刚才不有人问 有人问用盗版的 不有人问了吗 因为那个想象我知道 就是你是完全离线的话 相当于避应地图都不存在了 奇特凶险 美国的纪念碑谷 我觉得是符合你这个说法 而且那个地方做得不错 一会儿可以飞过去看一看 然后喜马拉雅山里面有很多机场 你都想象不到会有多么凶险 而且那些机场 都是有日常的客机在起降的 我很佩服那帮人 关掉就跟盗版一样了 就是你本地装到这100多个G里面 确实有一些 就是整个地球的基础的数据 在这100多个G里是存在的 但是精度特别低 然后你的地景AI会 用这么特别低的精度去还原地景 先降到2500吧 省着一会儿出事 你不开逼应地图的话 那不就是理线了吗 除非你装了Google地图的 Google地图的那个插件 那你问这个问题的话 应该不是温的那个方向 速度180有点快 还要绕六百 可以现在拉平 没办法 国内的地图数据 真没办法 但我觉得微软是想搞的话 它能搞 就看它想不想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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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都机场上空啊 机场在我的那个右下角呢 下降率有点控制一下速度起 起落架 起落架三绿 行 呜呜呜呜 降得要快 速度给 降太快了 太低了 给这速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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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出来了 很好 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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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Localizer Localizer 和 Glide Slope 都 都已经在了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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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操 这个速度 不对 差 差点 失俗了 我操 鞋 发 对 老 幻 书 ben 老 打 混 混 现在有localizer和glide slope可以根据那个价 这个位置这个姿态感觉不大好整 尝试调一调 中间还是有 调对 可以压机头压下去 各位观众聊天稍等一下 降完了我再逐一回复 天了 回来 风是从右后方来的风 风力多少 四节那不管 没有poppy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试出去 这不是给你出的道 只能说前面了 这云啊 基辅上空 这一坨云直接笼罩这基辅上空 出了基辅室就没事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